一星期一本书 都希望自己是被重视的那个人 在乎你的人 不会无故地缺席任何一次对话 彼此的情谊 会在你一言我一语中得到印证 而在微信上 对你爱搭不理 不愿意和你好好聊天说话的人 也不值得你再聊下去 你是否有这样的微信好友 他经常完全不回你的消息 就像你不曾发过一样 现代人信息量大 生活节奏快 我们时常会忘记回复一些人的消息 但忘记一两次可以理解 经常性的不回复 便是他真的不想回复了 翻看聊天记录 你和他的消息量非常不对称 绿色的对话框 一条接着一条 充满了屏幕 看着那些未曾得到回复的消息 久而久之 自己也会丧失再次发送的勇气 如果你给对方多次发微信 但是对方完全不回 那就不要再发了 他不是没看见 只是不想回复而已 你对于他而言 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连基本的礼貌性回复都没有 这也说明 他心里是有一点不在乎你的 不论男女 都永远不要讨好一个不在乎你的人 狼先生里面说 有时候 如果和喜欢的人发微信 他一直没有回复我 我就会删了那个对话框 总感觉 看见了那个对话框 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卑微和讨好 他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你也不必勉强 做人还是要潇洒些 即使不删除不拉黑 也不要再没事找话聊了 何苦为一个不值得的人浪费感情 经常不回你微信的人 就别再聊了 这样的好友不值得 微信里总有那么一些人 生活忙碌 日理万机 有时给他发消息 过了很久才会收到回复 说是没看到消息 手机刚好没电了 正在开会 或者办事等等 或者甚至是收到不回复 回了上局没下局 其实与其说太忙 不如说是不在乎 因为不够在乎 所以不会及时回复 因为你不够重要 所以不会在乎你的感受 以至于你们聊天记录里面的对话 往往是回了上局没下局 真正在乎你的人 永远会比你主动 想你就会主动找你 在乎你就会把你的话 挤在心里 心里有你 再忙都会抽空陪你 眼里没你有空都可能不理你 在乎你的人 你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再大的困难 也会想办法帮你克服 不在乎你的人 你说的再多也无济于事 容易的事也能找到借口推托你 明明看到你在朋友圈点赞 却没有不回复我的消息 明明知道你不忙 你却说没空 理由再多 终究都是借口 只是不在乎我罢了 那个总是无故消失 回了上局没下去的人 就别聊了 微信里总有这样的朋友 不管你说了多少话语 对方只是简单地回复几个字 没有任何感情 并且语气十分生硬 给人的感觉很冷漠 他并不是不善言辞 而是完全没有把你当一回事 他这样做只是敷衍你而已 要么用我在外面不方便 我要出门了 我在工作 等等不可抗拒的事情来搪塞 要么以我要去洗澡了 我困了先睡了 等借口来结束对话 甚至还有九点多就说晚安的 说完了晚安 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失联了 我曾一直以为 自己喜欢的是一个冷淡的人 因为在和他聊天的过程里 他的回复永远都是 嗯 啊 哦 再说吧之类的话语 后来才发现 他和他的朋友聊天时 回复居然会带上语气词 甚至还会发很多搞怪的表情包 我才懂得 他原来并不想和我聊 只是用那些话来敷衍我罢了 聊天时总是敷衍你的人 不值得你去认真讨好 不在乎你的人 即使见不到他的脸 也是可以从文字中 感觉到对方的态度的 眼睛放亮一点 别再隔着屏幕犯傻了 有的人就像一团 随时移动的低气压 不管在哪里出现 都会习惯性地 给身边的人泼冷水 平白无故 破坏人好好的心情 当你特别兴奋 和朋友分享你的快乐的时候 对方板着脸挨大不理 你的心就会一下沉下来 人人都不喜欢被泼冷水 不管是当面还是在微信里 过年了 你精挑细选了年货 发链接给他看 他说浪费钱 你把过年回家 穿着新衣服的自拍照发给他 他说一般般 春晚的趣事被网友编成段子 你看到了觉得搞笑 发给他 他说真无聊 这样的人就不要再和他聊下去了 这样的聊天太痛苦了 你每一次兴致勃勃地找对方聊天 收到的都是他冷淡无感的回复 与其久而久之 自觉无趣 不如早日止损 文字本身就是不冷不热 微信聊天中 双方隔着屏幕 感受不到彼此的语气 更容易降低文字消息的温度 不管两个人的关系有多么亲密 在聊天的时候 都不能习惯性地泼对方冷水 朋友之间更多的 还是要鼓励和支持 所以对于那个总是泼冷水的朋友 要持以静而远之的态度 能不聊就不要聊了 也省得平白添堵 经常不回你微信的人 久而久之 你也懂得不再自讨没趣 隔好久才回复你 还总是回了上句没下句的人 总有比你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让他忙去吧 你也有自己的事要做 聊天总是很敷衍的人 是不在乎你的人 不要隔着屏幕犯傻 聊着天 动不动就泼你冷水的人 会把你也拖进生活的泥沼之中 记得保持距离 新的一年 珍惜自己的时间 珍爱对你好的人 不管是微信中 还是生活中 都应该记住 你很贵 爱搭不理的人 再见 不奉陪了 好了 亲爱的小耳朵们 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